從事這個包泡水 從事這個包我不敢再放水進去 每個人有看到這個都會問我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到底是什麼好可愛喔 我跟你講它超能裝 欸真的耶 大家好吹蜜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有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名人更衣室雨昕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昕 啊超久沒有見到 真的雨昕一樣的漂亮耶 變瘦又比較漂亮 沒有我覺得我每次看到覺得它長得很美 沒有我覺得 妳是不是每次看到我想說 我會跑偷跑去動了哪裡 沒有沒有我只覺得它最近有變瘦 對我最近有變瘦 然後我在嘗試各種就是 有一些什麼小臉按摩 然後針灸什麼 我都有去練習 因為我現在二七嘛 對 我發現我過了二五之後 我整個臉就是真的演奏整個大狗瓣 所以我覺得最近我非常的在鑽研那種 類似明書療法 對變瘦的方式 真的喔 那如果他今天說用菜刀那個反面看著 你的臉會變瘦妳會去嗎 不會去耶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雨昕最常用的 五款愛用精品包包 那首先其實我想要知道就是 雨昕妳平常會帶什麼樣的東西 會放在妳的包包裡面 OK第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這是開運水 哈哈哈哈 這是廟裡面拿的嗎 對 廟裡面拿的 因為我很喜歡拜拜 然後我大概一個月就會去一次財神廟 我這是非常明顯的 這是哪邊財神廟 金山 喔金山的 其實很靈驗 喔真的假的妳眼睛都發亮耶 我跟妳們說我帶過去每個人都賺錢 我要去 很多很厲害的YouTube真的都拜自己 加一加一 真的真的我發誓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大小 非常適合那種比較小的包包 然後我就覺得拿這個 很有被保護的感覺 我跟妳講 因為我前幾天才拍了一支我最常背的包包 然後我就分享我包包裡面裝什麼東西 然後結果大家都說什麼沒裝水 可是其實正常包包是不太會裝水 我是因為現在我在練習喝水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包包如果真的比較貴一點的 我不建議裝 因為我之前有裝過 然後我沒有酸緊 喔 它這個泡水在裡面 天啊我要混倒了 我崩潰啊大崩潰 那個皮就整個軟軟 就快爛掉爛掉的那種感覺 吸水吸水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還蠻害怕再放水進包包 但是近期就是我剛剛講 面臨的盤水 然後我又不愛喝水 所以我訓練自己 就還是習慣出門帶一關 然後第二個就是 錢包必須的包包 欸這個錢包被很多網友罵欸 就覺得它很醜對不對 還是很老 不是它是說後面這個零錢包很難用 對很難用 是真的是不是 這個是真的 你現在拿你要拿最裡面的錢 就是拿不到 你要拋很久 等一下好多人跟我抱怨說這個錢包有多難用 然後再加上因為這幾年啦 其實小包盛行 然後我就想說我以前其實都用長家 然後就換專家 就想說就買香奈來他們家 好看好看 每顆 下一個就是這個 因為夏天要到了嘛 喔墨鏡嗎 對墨鏡 但是這個墨鏡這個東西呢 非常的看包包 有些是裝不下 對對對 所以如果帶大包包的話 我就會再多放一個墨鏡 帶一個墨鏡 你眼睛很美還要戴墨鏡喔 墨鏡很萬人 你看是素顏的聲音 對對對就戴上去 戴上去就好了 對 所以墨鏡我也會戴 下一個東西是這個 每個人有看到這個都會問我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到底是什麼 好可愛喔 我跟你講它超能裝 它也是我看到一個YouTuber推薦 然後我去跟它買的 對 它就是一個這種小雜物包 然後它裡面可以放很多很多 欸真的耶 因為我跟你講我們包包都很小 然後有時候你想要帶的東西很多很零碎 你丟到裡面又很亂 所以一定要有個包包整理 那裡面就超多 牙線帽我就會戴 因為我現在在調整牙齒 所以我的牙縫很大 我一定會卡肉啊什麼 如果拍片很醜 然後有東西真的很多耶 沒關係沒關係 不然這集20分 然後那個 飲料的飛套 飲料的飛套 你是環保的好寶寶欸 對 然後飲料的這個吸管 然後還有 AirPod Oh AirPod AirPod Pro 棉花瓣為什麼啊 沒想到吧 因為在外面很多眼睛就是會暈開 然後會是有眼神什麼的 對對對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廁所這樣 就要去弄它 然後還有當然就是有一些小夾子啦 因為有時候在外面可能會需要到 然後跟一個 這個的話就是口罩套 因為那個時候 有這個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出門 假如說我到一個廠我比較多家 到下個廠我就會換一個口罩 對我來說比較安全 你很細心的一個人耶 你是很細心的人對不對 我沒有很細心 真的喔 你的東西完全跟我不一樣 我的東西就像大叔的東西 我都不會有什麼牙線跟棉花棒 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很隨性的一個人 可是我沒有帶獅子巾衛衣服 因為我助理會帶 我也沒有事情 因為我助理會帶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好釀油 那我的最後一個東西呢 就是這個 你還帶梳子出門 必須的 真的很女孩耶 沒有 我跟你說 因為我頭髮很容易毛 會很容易亂 會很天然自然捲 所以如果我沒有帶梳子 你知道我在外面走一下 風一吹 我的頭髮都會打擊 就是很可怕 所以我一定會帶一個梳子 就是隨時隨地 梳我的頭髮 我曾經也有買過這樣的小梳子 就是試圖想說 會讓女孩一點就是 整理我的頭髮幹嘛 結果我發現我根本不會用它 可是帶梳子出門 應該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我不知道 我就發現我也不太正常 因為雨昕是我第一個訪問 愛用包包的女生 雖然我迷人更衣是做非常多集的 但是我其實最近才開始 針對說大家愛用的包款 然後跟你們裡面會裝什麼東西 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大家跟我東西這麼的不一樣 所以你真的不會帶梳子嗎 我真的不帶 而且我平常不喜歡梳頭髮 真的假的 算你是不是會用摸的這樣代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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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我一定要梳子 我沒有梳子我會兩口 我是那種出門喔 對 我走幾步我就會跟我注意說 欸梳子梳子 就是我很容易沒有安全感 假設我頭髮可能這樣我這樣 我就要梳一下梳子 對 那真的每個人不太一樣 那你最常用的無款包包 到底是什麼呢 我看應該是沒有廢包對不對 沒有什麼廢包 如果我最常用的話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哪幾款吧 今天我們要來看第一顆包包是什麼包包 什麼呢 有的蒙田包嗎 對 那我先講一下 當這個包其實我是要買來送我媽的 然後後來我媽背了一下之後 她就很慌張說 啊這個怎麼這麼容易被刮傷 她就很害怕 她就覺得說 她是不是可能對這個包包不夠愛情 或是她不會使用這個包 她就不敢再背了 就放了半年之後我真的受不了 我說沒關係奶夫背我拿來背 結果後來我背了之後 我發現她真的很友善 因為像有一些歐美品牌的包包 她可能臉都做得很長 對 那這個包包她是可以調節的 因為我身高是155 我跟Trainee差不多高 對 158 謝謝 她背起來就是剛好是在我們屁股那個地方 對那個地方 然後這一款其實我非常不推薦大家買 喔為什麼 她的二手價超低 然後再加上她真的超容易刮傷 她是你輕輕一滑 她就一條在那邊 就會有痕跡 然後那個時候我很想把它賣掉 然後我去估也只能賣個五六萬 但我現在也放棄想說算了 就不賣了 因為價格差太多 所以她的缺點就是 因為相對她皮比較硬 所以她等於東西放裡面比較不能撐 喔她的容量就是這樣子 大家看到了目測的這樣 我覺得其實這顆包包 還蠻時髦的吧 對很時髦 而且其實蠻有氣質啊 我覺得單肩背的時候是不是有點長 有點長你就可以挑那個 對她其實好的地方是你看她可以 這邊可以調長度之外 她可以直接變成短肩背的 對 是不是也蠻時髦的 然後穿那種西裝襯衫的那種 對 其實她款式是蠻不會退流型的 但是我真的很常背她 是因為我覺得就是好看啦 對阿 我覺得她蠻百搭的 這款式 欸這個是不是可以拆下來變皮帶啊 可以耶 好像可以耶 它可以變一個皮帶耶 對它是可以拆下來的 而且這個皮帶上面還有那個 Cristine Dior的那個 小小的細節 對阿可以喔 可以喔 接下來當皮帶可以買喔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款包包 我覺得我拿起來你會覺得跟上一個包張很像 你就是喜歡那種風格的 好可愛喔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香奈兒的包包 是那個埃及系列嗎 對 我在台灣買的好像24萬8左右 那我當初其實是想買boy 然後那時候去台灣專櫃 跑了很多間都沒有boy 還是很想買 因為那一年自己生日就一直覺得 我一定要買一個香奈兒的 就是這個包包靠長自己 然後櫃姐就說 那還是你要看看設計款 然後我一看到它我就覺得 欸很美 就是有那種埃及的感覺 那這個包為什麼會非常實用 它的容量因為很大 還有就是因為它是羊皮 所以它超能撐 它甚至被我撐到 我自己覺得有點變形 喔 你不覺得它有點 旁邊旁邊旁邊 對旁邊有點感覺有點變形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它不能挑這個 長度 你看它其實講這樣 它就說是可以挑的 但是它就只做到第二格 你知道嗎 假條 假條 它是設計 你再怎麼樣你就只能 就是調這邊 所以你自己去挖中 可是 你賣一個 對啊 對啊 就是買這麼貴的一個包包 然後去外面給它挖 不會 然後剛剛我們就說過 前一顆包包的蒙田包包 為什麼旁邊撐不起來 是因為 旁邊側邊的地方 它皮革的關係 你看它這種軟的皮革 就知道說 它的容量其實可以再往外稍微撐 對 它就是很好撐 然後又比較軟 其實我背起來的長度其實蠻OK的 可是一定要側背喔 一定要側背 但是今天背的話可能就真的太長 好像其實也還好 真的嗎 有點太長 我覺得但是背自找到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手皮 真的好可愛喔這一顆 這顆是不是蠻可愛的 我喜歡 下一顆包包是這個 喔天啊 這什麼顏色好可愛喔 風衣灰配金扣 我覺得這顏色好美喔 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而且我當初你們這個顏色 是想要拿來買薄金 對 可是因為薄金包 這個顏色太少了 就一直等不到 對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這個顏色 我就本來就喜歡 然後就出了這個 coating 泰籃子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對菜籃子是還好 我一直覺得菜籃子很醜 可是一直看很多人拿 就覺得怎麼變 因為看那邊時髦 對 好像我也應該有一個 對一個被洗腦 然後再加上那個時候 看到這個顏色 我覺得非買不可 品扣提真的是我個人覺得就是 你入門愛馬仕的基本款的包包 我覺得真的是很值得買的 因為你買了之後 我就覺得這個品牌真的太棒了 而且重點是它的皮真的很舒服 你在皮它的時候 我每次覺得 這個愛馬仕的包包皮 真的做得很厲害 對欸 而且重點是它的容量超級大 超級大 但它就是有一個反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這個地方 會有 衝擊有一條這個東西卡住 就是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 但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欸對 這個可以裝水 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對 但是太高了沒辦法 像這種小的肯定是可以的 而且它這個顏色其實蠻搭的 你那個來自柴玄廟的水 其實跟這個蠻搭的 而且這個沒有很重 所以OK 我知道 我這裡有一顆我就很喜歡 有一陣子我天天都拿 它現在就是你看 太愛上了 太愛上了 看一下這裡 等到25公分的等你喔 這顏色 風衣灰 很好看 這個奶茶很美 是不是 喜歡 這個眼睛好愛心 大家可以買嗎 快點 投票喔 好 OK 下一顆 欸前三顆你的包包都還蠻精彩的欸 怎麼說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啊 就第十顆你就不愛了 你有東西會不愛的嗎 我就 我跟你講 我就是很奇怪的 我買這麼多包包 但我最愛用最愛用最愛用就是它 它從目前為止 用過最多次的包包 是什麼 喔 喔 超美麗 超美麗 16公分的 就是這個包泡水 從這個包我不可以再放水進去 然後這個包 就是它泡了水之後呢 它一樣實用 而且我非常慶幸是它泡水 因為它本來就軟軟的 別人硬的那種硬體的包 泡了軟掉就不好看 但它本來就軟 所以別人看到我就還可以很有理由 說沒有它本來就是非常軟軟的 其實我開始也不喜歡它 我就覺得它長得不好看 但後來杯酒我就 越來越覺得 欸 滿好耐用 對 然後重點是耐用 然後可以放很多東西 你看它的容量 真是無敵大 巨大 什麼大的化妝包 書紮水啊 你想到可以全部都可以裝進去 我覺得這顆包包齁 我覺得比較適合 就是平常第一個 穿著我真的比較簡單的人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 比較文青感的人 也比較適合這顆包包 因為我覺得這個包包是氣質的 我覺得我撐不起來它 但其實這顆包包沒什麼過錯 只是我個人的關係 我覺得也是啦 因為畢竟艾瑪斯上面家的包包這麼多款 對 我可以選別的 挑進喜歡的 其實這個包包是很多人喜歡 頓沙現在也很難買 對 26公分超難買 現在應該要30幾吧 要這個包包 所以當初原價買多少錢 23 24 天啊 現在二手市場至少要 我們現在看一顆 這種黑金啊 至少要33萬到35萬之間 要因為我這個拿去Google 用過這麼多次 它可以賣的還比我當初買原價的 好像可以賣個2627 泡過水就有 我剛剛說泡過水 我剛剛泡過水 但他們說其實很多人在意的是包包的外觀 更深那一部分 你知道我在賣一個LV的包包 真的是外面很新 可是裡面真的超舊 然後各個墨水 就是很亂那種 你知道我賣包包六千來七千 一堆人搶欸 真的 結果後來朋友就跟我說 因為他做二手 他說其實現在很多人就是包包外面漂亮 顧得好就好 裡面反正沒人看得好 而且他可以加那個 就像我加那個有沒有 袋子在裡面 所以他們都會說外觀比明天更重 所以第一顆蒙田包就 就掰掰 失敗不掉啊 你看 因為那個皮質真的會比較難顧 其實會推薦大家說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常用包包 其實這個包包的皮質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它容易指甲痕 那些可能你都要考慮進去 那我們今天最後一款包包是哪一款包包呢 最後一款包包也要特別注意 這個包包也非常難照顧 好美喔 這個包是我今年買的 有他們少來問我說你覺得值得買 快去買 欸為什麼買完又長不掉了 對 然後當中其實這一顆跟牛仔 我兩顆考慮很久 後來沒有買牛仔的原因是因為 我也覺得我平常穿到比較簡單 我覺得牛仔是適合比較稍微個性 或是平常就會搭配的人 然後再加上我其實會有個觀念 會覺得皮的跟布的 這顏色真的很美 食品是不是更美 對 它這個包我很喜歡我也很常備 但是它的缺點真的挺多的 你覺得缺點在什麼 第一個缺點就是這個包很難照顧 就是你放的時候呢 你絕對不可以壓到鏈子 因為它是羊皮包 我正第一個買的COCO25 就是我不懂 年輕不懂 是我有時候會給它這樣倒著放 對 其實我後面的包包全部都是 那個鏈子的痕跡 超臭 而且壓久了是燒不掉的 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照顧的話 你一定要讓它挺起來 所以你平常裡面就是要放一些那種愛包枕 或什麼東西讓它挺起來 白包紙什麼都可以 第二個就是香奈兒這種羊皮包 非常難照顧 你絕對不可以讓它潮濕 對 你要給它除濕 或是各種照顧它 我跟你說 我有兩個香奈兒包包 都 就是上面有那種水字 一點一點那種 為什麼 太潮濕了 天哪 然後我現在要賣應該不出去 氣死我了 我在介紹你 你可以拿去處理 OKOK 應該都可以處理掉 我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就是很麻煩 但我還是覺得很美 你就會一直想買 然後就是犯賤 就是它也很難顧 又要有一堆毛病 但你就喜歡就想買 然後為什麼我很常揹它 是因為第一個 它的容量雖然很小 但說實在 它是可以放一個短疊 然後口紅什麼都是可以進去的 嗯沒錯 那第二個它的最大優點就是 它因為是金球 所以它這個金球就是隨條隨挺 所以變成說 我今天穿什麼衣服 假如我要側背 我就有側背 我跟你講我覺得金球最棒的地方就是呢 它對我們那些小個子的人 非常的友善 很有善 很有善 你看我們今天要這樣子背的時候 你看我覺得太長 太長了 我就是可以直接這樣子縮短它 各種條 如果你是一個想要問我說 我第一個包包想要買黑色羊皮 還是買妞皮包的人 拜託不要再問了 麻煩買皮革 因為皮革其實對於照顧上面 其實還是比較容易一點點 對還是會比較簡單 但如果真的要講 其實最好敷的包包 我覺得是愛馬仕 愛馬仕他們家的皮革包 真的是最好的 對它比較包包很好敷 相當人家想要皮真的就很焦嫩 太焦貴 沒錯 就是要花一點時間到 那與其這樣你曾經有買過 讓你比較後悔的包包嗎 我覺得有 是什麼 而且我覺得我拿出來這款 我覺得馬上就可以 噢 我懂了 對 對 oh my god 為什麼後悔啊 我先講 我剛才說買它在俄羅斯 因為去俄羅斯太無聊了 然後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就看到這個包 然後又被那個電源洗 他就一直說 超美麗 這個就是你的包 為什麼為什麼一直 他就把電源一刷周這樣跟你講 對對對 各種各種 然後我想說 真的很美 這個我買十幾萬 好貴喔 然後我跟你們說 我後來發現 它並沒有比較便宜 就是在那邊買 既然跟台灣價格是差不多 可是我在義大利買 就是因為我有在 義大利跟法國一定有 在俄羅斯就是沒有 但是我被它騙了 因為它一直跟我說 我們這裡很便宜 是跟什麼歐洲一樣的價格 對 所以我就也會覺得 它一定是比台灣便宜 結果我後來發現沒有 沒有便宜 一樣貴 氣死真的氣死 很氣 我就覺得好這個點 我沒有買便宜就好 那就算了就算了 第二個就是它超難顧 這個包我背不到三次 你看 oh my god 亮品 亮品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我跟你們講 你沒有專門的包包櫃 或是什麼 可以給它一個空間 那種 千萬不要買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買回來的時候我就傻傻 因為我背完 我就把它放到櫃子裡 我旁邊就放了一個 Copro黑色的包包 就跟它緊鱗 接著 它吸了它顏色 它吸了它顏色 天啊 亮品也會吸人家顏色喔 有些是一小點 有些是一塊一塊 就後來我上網查發現超多人靠背這一塊 靠背 等一下我必須說它背起來其實還是滿美的 真的 你可以留給它看 這畢竟它們經典款 而且它其實經典後來又出一些很迷你的小款 更迷你的包包 但是我買他們家包包好少背喔 而且我為什麼買這個紅色 因為這個紅色很顯白很適合你 很可惡欸 真的很時髦 你試試看這個 這這個包包很適合你見的狀態 這長的啦 它有點長 對啊它有點長 欸我真的不知道我當中買它欸 你怎麼那麼辣 一定是你真的出國太無聊了 它真的好長喔 一定是你真的出國太無聊 它真的好長喔 天啊 我當中它真的好長喔 生氣了啦 我不要把它賣掉 我不要不要把它賣掉 我不管怎麼樣 我不要把它賣掉 你要賣不掉的包 只有賣不掉的價錢 所以你要一千起標嗎 所以你要一千起標嗎 我是奧的二手店啦 收好像三四萬 那可以啊 對 趕快賣掉 反正因為我真的沒在背 對啊 可是它就是很可愛啊 賣掉吧 沒有 因為它上面那個皮革都太有霧掉了 對啊 如果你放更久它其實狀況會越差 好我趕快賣掉 你趕快把它賣一賣好了 還有三四萬的價值 我剛剛以為你要一千起標 沒有沒有沒有 就趕快把它賣掉 真的這個包包把它賣掉 我真的很後悔 那接下來 今年你有沒有比較想要買的包包呢 今年想要買的包包 其實有看了一款 就是薄金包 其實我是三十歲目標 想說我買薄金包 因為不然如果你太早把這包買完 你會覺得好像生無可憐 沒有目標的感覺 所以我就是每一年其實都有設立一些目標 但是今年我有點轉念 是因為薄金包它的價格長太快 所以我在思考 我是不是應該要提早先把它買起來 但是我必須要說 因為其實薄金包 你是想拿二十五公分還是三十公分 我剛剛看 我可以看你的二五嗎 有有有我去拿一下我二五 我們的二五 我今天拿二十五來 我覺得很可愛 可是我覺得好小喔 會不會很太小 可是我們不到一六零耶 可是它拿起來我感覺很小 而且我連手腕你知道嗎 去穿過這個我都會有點K 它如果放在我這邊 就是 也很K 有點K嗎 K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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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應該會買珍珠灰配銀扣 對 我覺得那個比較適合 我平常就是比較休閒的穿搭 因為我比較常會穿什麼T恤啊 或是那種帽T啊 什麼的那種 我就覺得很適合出門這樣 那說實在還是很美啦 對啊 這個真的很美 所以上次的月其實是你生日對不對 生日快樂 好 我怎麼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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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 生日快香喔 我們要去買的唷 哇謝謝 來來來來 我們在鏡頭前面 讓大家讓你許願一下 哇 嚇我一跳 太貼心了吧 我剛剛想說 你要送我一顆嗎 我送你一顆蛋糕 可以可以 如果要送薄金報的話 可能要靠你自己賺更多錢了 對不對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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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許願許願許願 好 許願 要三個願望嗎 都可以一個就好了 一個一個好 那我想在心裡 好 好我許好了 我對願望好貪心 生日快樂 耶 我們是第一個幫你出現的人嗎 對啊 真的假的 我們每一個都是從下禮拜開始 真的假的 對 因為我本來還原來你晚上吃飯 但是因為他真的太忙了 所以我今天晚上有另外一個工作 沒關係沒關係 因為我本來也很忙 我知道 欸他真的很難約 我哪有 知道嗎 我們這個是從二月中喬到現在 沒有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忙 我們都熱愛工作 歡迎廠商找物 對對對 我們很需要更多的工作 那我們更忙 我們男生就是工作 對對對 專注本業 然後賺更多的錢 好不好 好囉 那就非常謝謝今天雨昕來我們的頻道 然後記得就是在她的頻道 我們有另外一支的合作影片 大家也可以去看 然後記得每週三每週日都會有新影片啦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們下次見囉 我是崔蜜 我是雨昕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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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